来来快站好了 袁老板 你是我们的老顾客 这些你几事 都是我们足以最好最漂亮 包你满意 传兄弟 有没有满意的 不满意了 还一瓶 老板 谢谢你的 我不是这样的人 你玩吧 我先回去吧 传兄弟呀 你的情况我都了解 长这么大 怕是你连手都没碰过 这次是我心情好 给你安排 伺候一下 不了 袁老板 这种事情要是传回村子里 传兄们也会出几篮骨 说钱话了 我得赶紧去 杨老板 我真得走了 怎么才来了 摸摸测测 这月工资扣你二百 对不起经理 我刚才有事情来晚了 请您千万别够我工资 我 我真的很缺钱 我求你了 求你了 求你了 不想扣工资 就进去和他揍着 要是有什么差池 别这么干了 进去 嫂子 真是童思雅嫂子 他不是和向大哥在外面打工呢 听村里人说 私俩在外面赚了很多钱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长安 怎么会是他 老家隔壁的小男孩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完了完了该怎么办呀 看样子他认出我来了 这要是说出去 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呀 袁老板 小兄弟 这是我们店 新来的你即使 童思雅 这算是最漂亮的一个了 家里老公生命缺钱 才来我这上班呢 今天第一天上班啊 招待不招 多多包涵 玩得开心 玩得开心啊 童思雅是吧 那今天你儿童思雅好了 小分少不了你的 老板 我们 我们这里是正规的 装什么装 怕我没钱是吗 别敬酒不吃 吃罚酒 走吧 这些娘的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让嫂子伺候他 绝对不完全 不 杨老板 我选他 不过了 以前向大哥对自己不错 绝对不能让那个肥猪给祸祸了 既然自己撞见了 也算帮向大哥了 顺便可以劝劝嫂子 以后不要干这种事了 长安兄弟 你不是要走吗 你赶紧走啊 杨老板 我看到这么漂亮姐姐 我不想回去了 我就选她 长安兄弟呀 客随主辩 这是我选的女人 我花钱的呢 你选其他的呀 那 杨老板 你是说让我先选吗 你是商人 要价成县 我以后山上野货 我都卖给你 好吧 便宜你小子 早知道不带你来了 这个是你说的啊 以后的山货 你都得卖给我 谢谢杨老板 赚钱要紧 大不了明天再来点这个 也不急着一时 小哥哥 你长得真好看 姐姐喜欢你 走 跟姐姐去洗脚 就这个了 其他的都出去 嗯 在老家 村里面的人都夸自己漂亮 身材好 又贤惠 很多男人只能羡慕自己 没想到现在 自己穿着这么一身 在隔壁小男孩的面前 真的是羞死人 水好了 嫂子 嫂子 什么嫂子 你是我夏大哥的女人 你就是我嫂子 别说了 我求你别再说了 可是 只要你不说出去 嫂子什么都答应你 你想要什么 嫂子都给你 来 坐下 嫂子你误会了 长安 几年没见 你都长得这么大了 是不是 也开始嫌弃嫂子了 你忘了你小的时候 留着鼻涕 还偷看嫂子呢 没有 嫂子漂亮 是我夏大哥的女人 就是我嫂子 可是你选了我 嫂子 我选你 我是好奇你为什么来这里上班啊 你人长得漂亮 性格又好 我们全村的男人都羡慕你呢 他们都说 你跟向大哥在外边赚了大钱 别人都以为我风光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当初我跟你向大哥去县城上班 他也当上了经历 确实挣了很多钱 可是后来 人们都说红颜祸水 我觉得 说得一点都没错 有的时候 我希望自己 能够长得丑点 嫂子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女人 你即使缺钱也不会来这里上班 你对不对 也罢了 长安 嫂子在这里上班 你花了钱 你想听 嫂子就说给你听 双腿被废 那后来怎么办了 后来还能怎么样 这两年 我又是当妈 又是当老婆的 照顾着你向大哥 可如今一分钱都没有了 你向大哥成天在家里 撕心裂肺的寒疼 我也心疼啊 只能出来赚钱 给他买药 那你也不能来这里上班啊 这里 这里来钱快 那为什么不回村里啊 村里人多嘴杂 我也不想回去 嫂子 你做得够多了 长安弟弟 谢谢你 我知道你家里穷 这些年也欠了很多债 可能也娶不到媳妇 今天你帮了嫂子 嫂子也要谢谢你 嫂子 你误会了 你是我向大哥的女人 你是我嫂子 千万不要说这种话了 嫂子 过了今天以后就不是了 长安 你看得清楚 我的脸蛋这么俊枪 你还算年轻 我迟早都是要改嫁的 迟早都要便宜了其他男人 你要改嫁 不然呢 我不下去了 我也真是穷怕了 这些年 我对你向大哥 算是仁值一金 外面追我的有钱老板 大把大把的 我迟早是要改嫁的 长安 我们不说这些了 来 嫂子给你洗脚 你听我说 怎么换个花家王 我给你找最好的小妹 滚一边去 老子今天就要找找你新来的那个 你再敢多说一句话 老子今天把你的破垫给砸了 滚 你就是新来的小妞啊 长得真水灵 今天给我伺候好了 钱少不了你的 这里不怀疑你们 你们出去 妈 这有你说话的份 滚一边去 长安 长安你没事吧 你放开了 滚了好你自己的事啊 别过来 滚出去 嗯 啊 啊 哎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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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人族制盛 女娲 这造化玉瓶是无知至宝 今日你我有缘 无便将其赐予你 从今以后 你便是无知传人 女娃娘娘 我不要什么造化玉瓶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请自我神样 会要医治平安县的百姓 我想让平安县的百姓 健康长寿 你这凡人倒也有孝心 也罢 无再赐你造化玉瓶 望你今后救人救济 切勿为恶 我身体好舒服 而且力气也变大了 还会了很多失传的医术 你 你 放给他 骂狗东西 你知道我是谁吗 识相的 赶紧滚出去 否则下辈子 你只能坐在轮椅上 找你快走 这种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快走啊 要收拾不起 他 收拾不起我 找死 你走开 你怎么弄死我了 走开 不愧是鲁爷 看不过摸个这么大动静 那牛喊得我心仰 难怪龙爷这次玩这么狠 你说龙爷会不会来会儿 让死他们手 龙爷 龙爷 你们他妈的眼神啊 弄死他们 你不是在威胁我 这位大爷 杀了我 我这次是永远不知太伤 你要多少钱 说个说 谁稀罕你的钱 但是你今天招惩了我嫂子 我 伤人住手 千万别出人命 罢了 看在我嫂子的面 有你 多谢 你也没多少好认识 真是因果奥利 多谢饶命 多谢饶命 你好 我肯定改那头换面 多行善事 多行善事 你脑袋里面有油 快要破了 如果我没看错 三十 必死 嗯 走 走 龙爷 屁 你他妈的 自己是谁啊 你说我老子有病 我就有病了 他太他们能打了 能打 能打有个屁肆 出来混 靠的是人脉 去 把那小子的底细 查清楚 这仇 一定要报 是 龙爷 嫂子 你住哪儿 我想去见你向大哥 见向大哥 长安 难道你是要 长安 我在足月殿上班的事情 你千万不能告诉你向大哥 只要你能答应嫂子 嫂子什么条件都满足你 求你了 嫂子 你误会了 我会医术 我可以治好向大哥 思雅 你不是说去上下班吗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我 思雅 你怎么太难了回来 是 思雅 你如果想跟我离婚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会继续 我会同意的 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可你不能躺着我的面 羞辱我 我还是你丈夫 思雅 思雅 你忘了吗 向大哥 是我 李长安 长安 你是李长安 是我 向大哥 几年不见 你都长这么大了 向哥 我就是你小时候 跟在你屁股后头的 小鼻涕虫 李长安 好 快坐 让你嫂子炒几个菜 咱哥俩喝点 大哥 你的事 嫂子都跟我说了 钱的事 我帮不上什么忙 但是医术 我会一些 我先帮您看一看 看 时间看 大哥你别动 你这伤口没有保护好 作为 这经络也没有接上 我先帮您 缓解一下疼痛 你忍一下 老公 你没事吧 舒坦 全身舒坦 没想到 我这疼了好几年 让长安扎了几下 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 当真 当真 长安 真是太谢谢你了 这几年 你向大哥 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的 只疼药太贵了 根本就吃不起 不过 想要彻底康复 需要拿一株百年人参 作为药盐 但眼下 只能缓解向大哥一些痛苦 百年人参 百年人参 那可是几千万的宝贝 我这条烂命 不吃那么多钱 长安 你能做到这样 我就很知足了 女娲娘娘对她那个玉瓶 似乎可以加速植物生长 不知道我能不能催生出 一株百年人参 向大哥 你我 虽不是亲兄弟 但是小的时候 是你资助我上初衷的 这份恩情 会一直记在心里 你放心 百年人参的事情 我会想办法 行的长安 咱不说这些 来 吃饭 吃饭喽 喂谁啊 是啊 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正大公司的老板孙福 你忘了吗 你 你知道我干什么 你和你说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 只要你跟了我 你讨访一辆车 我还加三十万现金 所以呢 所以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你与这娘们老子 长得很久 这下可是下了血了 小女娲不是太久 长安 有人找我 我先接个电话 你跟向大哥好好聊聊天 走你先忙 向大哥 你怎么了 没事 喂 长安 你今年有二十三了吧 啊 长长大男人了 向大哥 你说这 人还不成长吗 向大哥这腿断了 心里扭曲了 对男人也有想法 你看 大男人了 也开结婚了 有对象吗 向大哥 我家里什么情况你还不知道吗 家里那么穷 哪个姑娘能看得上我呀 也是 你虽然长得俊俏 但是你家里穷啊 你看现在十里八乡的 有哪个女人能看上你啊 我估计啊 这辈子啊 你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现在结婚 就要买车买房 还有十几万的彩礼 我上哪儿去 能那么多钱呀 长安 你觉得 你嫂子长得怎么样 向哥 嫂子人当然好啊 长得也漂亮 那是村里公认的 当时 结婚的时候 多少人羡慕得要死 你也觉得你嫂子长得好看 长安啊 我给你磕头了 长安 你一定要帮帮我 看在往事安情上 你就帮帮我吧 长安 夏大哥 有什么话 起来说 不行 你是我兄弟 就像亲弟弟一样 你一定要帮我 只有你能帮我 我也只要你帮我 我给你磕头了 向大哥 你答应我 向大哥 你有什么话 你尽管跟我说 我的情况你也知道 除了钱以外 我能帮的 我一定帮 不是钱的事 我想跟你嫂子离婚 让她改嫁给你 向大哥 你胡说什么呢 嘶哑是你老婆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你这受了伤 脑子也糊涂了 长安你不懂 刚才的电话 你听她了吗 你嫂子她长得好看 外面有好多男人 惦记着她 她是早有一天 会离开我 她是我不贵的 她照顾了这么多年 我很感激 那你还这么说 可我不仅仅是个累赘 我还不能跟她 正常的延绵自私 我是个废人 我是个废人 你知道吗 长安 你嫂子年纪轻轻的 总不能能守一辈子火寡吧 可是 没有可是 我了解你 心而好 即便有一天 你嫂子和我离婚了 你们也不会不管我的 这样我也值了 长安 你总不能看着你嫂子 白贝的男人 可 向大哥 只要能找到白泥人身 你的病不仅仅能康复 还能像其他男人一样 严敏自私 可是 向大哥 相信我 如果我找不到白泥人身 我就答应你 但是眼下 你不许再说这种话了 好兄弟 我果然没看错你 来 坐 你们聊什么呢 那么开心 没有没有 对了 长安打得远来一趟 这么晚了 也不能能住外面 所以今晚 就住这 这 是不太好吧 不行不行 向大哥 和嫂子对我不错 我不能做这么 起事不如的事情 不就是本人人身吗 别 哎呦 哎呦 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算了 算了 你得去山上 换个运气 有我现在的能力 逛遍整座山呢 都不臭吧 你 别说事 要是敢乱叫 就把你的脸活了 再把你的舌头给割了 去拿钱 起来 老实点 翔哥 最起码都有五十万 快 快把任何钱都装进来 好好好 你的父亲有惊恐 有些是可爱 有些不是不可爱 也死不就非大丈夫 人活一世 为一口气 你们两个 放回那个女孩 却还有个愣头青 阿三 去把你小子够笨了 此地不宜久留 下手干脆利索点 哎呦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平安村的穷鬼 李长安啊 哼 怎么 上学的时候 没给你打舒服啊 阿三是你 哼 真的是你啊 你脑子进水了吧 啊 小子 你这是做什么事 家里老人常说过 这种坏事做过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放心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老子吗 还敢教育啊 阿三 废了他 你他妈的还敢还手 阿三 这个斗我兄弟 我宰得你 这斗猫子 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 姐姐 你没事吧 你 别碰我 我可什么都没干啊 我知道 是他们给我下的药 弟弟 可否 扶我一下 姐姐 我会治病 要不要我帮你看看 该死 这小子该不会是有不鬼之心吧 也罢 给他一点甜头 免得激怒了他 反正我的人应该也快到了 你会治病 我会一点 你别误会啊 我只是怕你这个样子 被别人看到不太好 那你要治 就治吧 来吧 就当 被狗给咬了一下 沈庄啊 你忍着点吧 你你你你是变态啊你 我不是变态 你干嘛打我 我有力气了 你怎么做到的 你中的是乙瘟 需要强烈的刺激 加上我针究解雾 虽然有点疼 是不是效果特别好啊 行了 行了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走 看了我这么久了 还想走啊 你怎么 姐姐好看吗 真可爱啊 我叫赵曼 是万兴医药走才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长安 来自平安县 今天来镇上 有点事 我 我包呢 我包 这个年代了 为了一个包 居然急着这样 真是太可爱了 不就一个包吗 这里有七八十万 你拿走吧 就当是 对你的感谢了 我不是为了钱 你的钱我不能要 竟然 不读回报 那行吧 这个 是我的名片 如果以后 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就给我打电话 万兴药业 总裁姐姐 嗯 你说人参吗 人参 你有人参 难怪你这么宝贝 快掏出来 给姐姐看看 我爸 我家 这还不大呀 这都是 大人身呀 你管这就大呀 这么大的人身 而且 都是百年老身呀 你们管这叫 百年老身 不是 这真的是百年老身 你不信我掏出来 给你看看 弟弟 你可真是厉害呀 这颗身的身灵 最起码有一百三十多年了呀 而且 是一颗野山身呢 百年老身 这还有个更大的 你小鱼瓶这么厉害 我扯了你 这个身的身灵 最起码有一百八十多年呀 都会感受我手臂粗了 弟弟 你能不能 把这些身都卖给我呀 我求求你了 卖给我嘛 好不好呀 这个你说 少了 我可不卖 五千万 五千万 六千万 六千万 六千五百万 六千万 不能再多了 而且 我要的是那颗大的 六千五百万 这么多钱 我这就是哪会算 岂不是彻底发达了 而且我李长安 也不再是村里落魄户了 你卖给我嘛 好不好 姐姐求求你了 你就卖给我吧 我来这身仙里边 也就是为了寻求一颗老身 难道 你忍心看姐姐 再遇到什么危险吗 这个我卖给你 但是我不收钱 小弟弟 真的胆子不小 居然想要等我男人 不过 也不是不可以 姐姐 你也心不小呀 这不是野心 这是为了村子 村子 我们村太偏僻了 如果有条路的话 孙明妹出行 更方便 你就要这个呀 我们平安村 太贫穷了 如果给他们修一条路 他们以后的日子 会过得更好 小弟弟 你如果需要修路的话 我可以帮你 不过 修一条路 远远不需要那么多钱的 但是修这么一条路 也花不少钱 你真是太有意思了 我的人来了 改日 我在那边先找你 弟弟 照顾不离 对不起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再有下次 别干了 是 上车 我也解释不清楚 这个人是怎么来的 对了 先回家 不能催生 人生啊 也跟两个还行 催生多了 就没法解释了 这次 还是太久了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好 有事 有事 你们要回来了 才刚回来 你刚才在池塘那边干嘛呢 天有点热 我就想跟以前一样 在晨夜秀的池塘里喝个凉 哥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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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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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毒蛇咬了 好像是 我也不知道 把腿放开了 我来帮你把毒素逼出来 毒素已经排得差不多了 这两天多注意休息 剩下的毒血 过两天就会以星辰代谢掉了 谢谢你 长安哥 对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医术啊 我在山上遇到一个老师傅 跟他学了一段时间 那你的眼镜呢 那学好了医术 当然先是治好自己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苗苗 在家了没 赵虎 他怎么来了 赵虎 不是在监狱吗 他什么时候出来的 来不及跟你解释了 你先躲起来 快 哎呦 苗苗 你在家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还以为没有人呢 我怕声音太大 把别人吵醒 怕什么 谁他妈不长眼 反而惹老子嘛 对了 我手机里 下载了一些小的眼 要不如 咱们一起看看呢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想早点休息 改天再看吧 不舒服 也行啊 不如今天就到床上看呢 赵虎 我和你说了很多次了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白苗苗 我他妈给你的时间 已经够久了 我看住的女人 没有一个 能逃掉的手掌心 你都喜欢是吧 老子就让你喜不喜欢 不要 放开我 不要 表子 你他妈偷男人 赵虎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 要和你在一起 是你非要跟别人说 你是我男朋友 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请你快离开 贱人 可我不打死你 松手 我他妈弄死你 赵虎 你在这里面被傻了 没听见苗苗说不喜欢你 哪有脸待在这里 怎么今天弄死你 不是叫嚣又弄死我吗 能在呢 我错了 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再敢骚扰苗苗 我让你生不如死 滚 好好 李承恩 李承恩 你怎么给老子等着 这事 没完 没完 承恩哥 招呼他哥是招了 李承恩 李扒乡出了名的了吧 以后他肯定还会来找你麻烦的 不怕 谁找谁麻烦还不一定呢 李承恩 白眉眉她是我们 你凭什么管 哥 你怎么回来了 关你什么事情 亮哥 你真的让你妹妹 我后会去糟蹋 你先管 给我这个 就让你管 你个女人 我已经把你递给整了吗 你提前把这丑链给食肯 我告诉你 这门婚事 你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钱钱钱 你就这样钱 要不是你成天只知道赌博续脚 咱们家哪会欠那么多钱啊 你怎么还敢顶嘴 我怎么不敢 行 既然你不愿意嫁给他 那老子明天就把你妹妹都撑里去 我时候躺在床上 轻轻松松就把钱给撞了 我不去 你说什么 我说了我不去 我去 你自己去 翻了天了 看我不打死你 看我不打死你 你 亮哥 虽然咱不是亲兄弟 但咱是一个村的 往日 你对我的照顾 我李长安一直记在心里 但是你为了赌 让苗苗去干这种事 你也太不神了 怎么 你看着不爽 想救他 我只是看着不顺眼 行 你想当英雄 我给你这个计划 十五万 只要你给我十五万 帮我还清赌债 我先把白苗苗卖给你 白亮你还是不是 别急着假意了 给我钱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绝我 干不干 一千块 我来 长安 我说的事情 你好好考虑考虑 只要给我钱 白苗苗以后就属于你了 长安哥哥 不好意思 让你看笑话 苗苗 我怪你 只怪你哥他没出息 对了 你哥说的是真的吗 行 你想当英雄 我给你这个机会 十五万 只要你给我十五万 把我还清赌债 我就把白苗苗卖你 长安哥 亮哥 亮哥欠的十五万 是赌债吗 他以前也赌 但是赌的都不大 自从那场车祸之后 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一开始 还只是一直有些消沉 整天就关在家里喝闷酒 后来他就染上了毒瘾 这几年 家里的钱都被他输光了不说 他还 他还跟赵六指那儿 借了足足十五万赌债 苗苗 你放心 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人欺负你 长安哥 长安哥哥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 十五万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我已经决定了 过几天 我就去城里打工 城里打工 对啊 我听隔壁村的姐妹说 城里的足语店都在招人 工资可高了 一个月能有一万多的 你不能去 为什么 不行 绝不能让苗苗去那种地方打工 他这么善良 万一让人占了便宜怎么办 死养嫂子就是前车之间 放心 赚钱的事 我会想办法 我一定会赚到钱 相信我 赚钱 长安哥哥 你可不能走外面邪道 放心 绝对挣的 我觉得 种地能挣大钱 种地 哎呀 你就别逗我了 哥哥 咱们平安村 哪个不是种地的 我就没见几个发财的 那我不也要 好吧 那我就等你种地 赚了大钱 来娶我 嗯 好 怎么 不愿意啊 劝你 这还是西红柿 这么大 这味道真绝了 而且这些种子似乎可以播种 让我全村的人跟着我一起种西红柿 公路修好了 我平安村 未尝不能致富啊 赵 赵老板 你们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 我们今天来不为别的 就为要债 要债 我弟昨晚在你家被打 在医院花了两万块 加上你哥之前欠我的二十五万 一共是二十七万 明明之前是十五万 怎么转眼之间就成了二十五万了 十五万 那是一年前的事 现在加上利息 怎么也不止十五万 我还是看在你哥是我好兄弟的份上 不然也不止这么说 这赵六指心也太狠 十五万的赌占 再怎么利过利 一年也滚不了二十五万啊 谁说不是啊 他专件高利贷 给他厂子里面玩的人 嗯 那些人只要说红了眼 不管多高的利息都敢借 那就不能赖赵 赖赵 但是有人不还 那他的打手把他两只什么钱都多 谁还敢不还 谁在后面嚼我的舌头 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哎 苗苗 说说吧 这二十七万怎么还啊 赵老板 家里现在实在是没钱了 要不你再宽限我一点时间吧 等我把地里的菜都卖了 我一定想办法还给你 卖菜 就你地里的那些破菜叶子 能还我十文之一吗 这样 我给你出个主意 我给你两个选择 这一呢 就是你嫁给我地赵 我是不会嫁给他的 白美妙 你 既然你不同意 行了 那我就把你带到城里去 我想那些城里人 是愿意出钱不一 你们无耻 我是不会同意的 不同意 这可有问题 杀人偿命 见债还钱 自己就是天理 你们想干什么 孙力的人可都看见呢 你们谁敢为他撑腰 就是跟我赵六指为一 给我注意点啊 来啊 把这个女人给我抓回去 挽个我地里够放 哈哈哈哈 给我滚 快 长阳哥哥 你怎么来了 他们是来找我麻烦的 跟你没关系 你快走 淼淼 别担心 有我在 他们不会把你弄掉 哥 就是他 打断了我的哥吗 这是你干的 不错 我 不是的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很好 那弄的这点你是第一个 好 这样 你过来 我跪下 折三个头 我跟一条断的小区 我还以为你骨头有多硬 你都给我听好了 这十里八香 只有我赵六尺 才是这里的王 看你还算识相 这样 我过去 哥 得罪 救 好啊 给我上 弄出人命我来 臭小子 今天怎么非弄死你 我还以为你 老头儿 醒醒 我又不认识你们 你们要干啥 老婆 不要害怕啊 不是来找你麻烦 找你呢 想打听个人 你们要打听谁 你们村儿是不是有个叫李长安 你知道大家怎么走吗 长安啊 长安 你怎么在外面惹了这头羞人 知不知道 我 我不知道 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就在这条路 村后面你这个白条上面 多谢老婆 长安啊 你这孩子是我对不起你啊 他愣着干什么 上啊 你们放了长安哥哥 我嫁 我嫁个招呼还不行吗 娘 你不就是要钱吗 你们不就是要钱吗 只要你们放了长安哥哥 我什么都答应你们 现在知道服务玩了 完了 先把这小子收拾了 再把你弄回去 弄走 长安哥哥 小心啊 你弄着干什么 他都弄死了 你干什么 你不是要钱吗 钱 什么钱 不要了 我也不去了 不去了 雨晨 你什么 走死了 你 雨晨 你可能打是吧 这是我的地盘 家人和朋友 没想 那好 即日就弄死了 此处斩骨 你敢 何不敢 老公让开 让一下 都让一下 长安哥哥 龙爷 你怎么在来了 你是 我要赵六尺 您忘了 半年前您办过酒 我还给您敬过酒呢 没什么印象 我这种小角色 怎么能让龙爷牵挂呢 这是不是找龙爷今天过来 我这次行 是找一个叫李长安的人 好好好 想到李长安居然还得罪了龙爷 看样子 是来找李长安算账 李长安 你不是很能打吗 你继续啊 你惹我也就算了 你还敢惹龙爷 我看你今天死定了 龙爷 实不相反 这小子已经伤了我几个兄弟 只要龙爷 今天能帮我讨回公道 必定有厚力相送 龙爷 好公道 是啊 龙爷 只要您今天帮我撑着场子 赵六指 日后必定感激不尽 大力相送 龙爷 小子鱼顿 在这县城 只要您跺一跺脚 一城市 产三战 我怎么能让您出手呢 同意 什么东西 龙爷 他骂你 他骂你啊 他眼里他就没有你 龙爷这样 您 让人下面的人 帮我把他给按着 我当着您的面 把他皮给绊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配当着李先生的面 好公道 你再敢对李先生出言不敬的话 我第一个弄死你 李先生 李先生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得罪了你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饶了我吧 哦 那你今日来 我此次前来啊 是专程向您道歉的 龙爷 不不不 您叫我小龙 叫我小龙就行 小龙就行 甭果是小龙还是大龙 你得罪的是我嫂子 不是我 得我嫂子原谅你 那才行 啊 啊啊啊 啊 啊 嫂子我求求你 你原谅我吧 我那个时候 我就是一身糊涂啊 您打人有大量 就把我当个屁 给我放了吧啊 长安 啊 我 我原谅你了 既然我嫂子原谅你 那我就不追究了 起来吧 好好好 你别高兴太子 是 待会再说 待会再说 待会要欠的赌债 我半年之内会还清 但我只望该还的失误 在这期间 如果派人来骚扰我庙 要你狗命 听明白吗 听明白了 还不赶紧滚 李先生 嗯 哎呀 哎 你这种情况 不如乐观呀 嗯 你是不是容易啊 啊 啊 我不就是被人打了几下 还能死了不少 但是龙眼 你的外伤 他无大碍 嗯 但是你的脑子 嗯 脑子怎么了 脑子里面有个瘤子 而且是血管瘤 我当多大点事 不就是个血管瘤嘛 切了不就完事了吗 龙眼 恕我直言 您这种病 不好治 至少在咱们县里的事 都没办法 而且 也就是 这几天的事情 李先生 我求求你 你救我一命吧 你 李先生 我的所有的关系 我京都的朋友 都住手无策啊 求求你 只要你李先生 能救我 所以呢 李先生 只要你敢救我一命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求求我 求求我 李先生 我的病 你能治吗 也不是不能治 其实啊 其实是我不想治你 毕竟你不是什么好人 起来起来 李先生 我愿意当好人 我愿意当好人啊 我以后 绝对做个好人 您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我求李先生 你救我一命啊 嘴上说的可不算 好好好 坐吧 好 不用其他的记性了 比如开龙刀 啥子 你要不相信我 现在就可以离开 谢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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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了 我果真是命不开绝啊 老大 老大醒醒 你把龙刀 你把龙刀怎么了 你到底会不会治病 查哥哥 什么呀 无法 龙爷 龙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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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再敢对李先生 不敬 老子打断你们的腿 可龙爷 他明把你治昏不醒了 你懂个屁啊 老子 老子现在是 无比的 舒爽 李先生 感谢救命之恩 呐 你脑袋里 你听着血管啊 等瘀青疏通之后 便要找一个出口 这笔血 就是脑袋里的瘀血 啊 哈哈 果然如此啊 啊 不过你刚刚康复 最好不要情绪在一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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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不喜欢你的笑 我 啊 啊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跪下 给李先生道歉 李先生 我们错了 把东西拿过来 李先生 这十万块钱 是我的一点嫌疑 请您收下 以后就不要再为非坐在这里了 对了 最近平安村要修公路 你找几个人 看着点 以免有人闹事 李先生 您放一望的心 这件事 保在我身上 没什么事 就走了 是 走 小妙 你先拿着这些钱 把这货呢 长哥 什么的钱 十万不够 我 不如先把钱走齐了 哦 对了 你先去把衣服换了 你快去把衣服换了 哥 带你去看看好东西 难道 难道 难道长安哥哥的小人 是不是不会太快了 但是长安哥哥问我哥哥还债 阿里说 我就是长安哥哥的人 是不是不行 你个傻丫头愣着干什么 去换衣服 我们应该要去哪里 蔡云 蔡云 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一会儿再把童子牙嫂子也叫上 啊 啊 什么啊 快去换啊 这么大 就是 比平常大了好几倍 长安 这一个我都吃不下 长安哥哥 你这个是怎么种的呀 这是我从外面搞来的一个新小鱼料 你看这效果 惊不惊人 可是 这么好的肥料 会不会有副作用 副作用 会有 那不行 长安哥哥 对人有害的东西我们不能骂 没良心的钱不能赚 当嘴 好好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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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啊 嗯 长安 这西红柿我吃完之后 感觉全是上下都舒逃了不少 对啊 真神奇啊 好可惜啊 这么好吃的西红柿 居然对人有副作用 苗苗 西红柿的副作用就是 太好吃了 什么 哥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对啊 后哥的胳膊都被打断了 再者是立巴胶的 我们还怎么混 怎么着 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 那龙爷是你去这儿还是我去的 可是 你也别着急 我看龙爷今天的态度确实古怪 我就派人去查了 很快就会有结果 只要他不是死保李长安 就办法弄 孙主 说 龙爷 是来找李长安看病的 据说 还被李长安给治好了 还给李长安十万块钱呢 什么 难怪龙爷今天是自看这么 大哥 这一下子怎么办啊 这李长安 成了龙爷的恩人 我这仇 擦爆啊 白亮还在肠子里面吧 在啊 他还输了不少呢 把他给我带上 好的大哥 那个 我的傻弟弟 你好好看看 哥哥我的手乱吧 喝酒 你成了龙爷 请我马上就关着 你求 你求你不要看我的手啊 我们都是好兄弟 我见多人的情话 来来来 陪哥哥喝两杯 哎 白亮 你知道李长安会医术吗 啥 今天龙爷来村子里 找李长安 事后还说他是神医 还给了他十万块钱 兄弟 想不想以后 每天都有钱还 赵哥 你说 这万一 李长安要是暴病身亡了 说他的钱 这不太好吧 无毒不丈夫 谈小怕事 可干不到大事 我懂了 多谢赵老板 李长安 这个是你逼我的 长安 咱们就去这个 去县城吗 你别看着摩托车破 黑衣 雾罩都没有 这赶紧上车 咱们去县城 长安 你先在这里 看下摊位 我去前面的诊所走一趟 很快就回来 不是 嫂子 你去看病 我会治病你忘了 嫂子 西红柿啊 西红柿 看一下又大又甜的西红柿 又大又甜的西红柿 好新鲜 好新鲜的 对啊 这也太大了吧 这一颗有两三斤吧 这还是西红柿吧 该不是打了什么激素 才长这么大的吧 哎 这西红柿是我们家菜园子里 自己种出来的 绝对是 无毒无公害 狗屁的无毒无公害 这种西红柿 谁敢吃 那就是他找死 你怎么能炫口温然呢 一看你们就不常看新闻 这种大头西红柿 都是国外的转基因食品 要不然能长这么大吗 转基因 对 据说这种西红柿有毒 小孩吃了 长不高 这么多 那是当然 你无数 我能骗人啊 小伙子 你这些是 当真是从你家菜园子里面 长出来的 我叫李长安 家住平安村 你们如果吃出来有事 可以去村里面找我 说得倒好听 如果这样有什么事 他早跑漏了 黄大宝 你可得了吧你 谁不知道 整个菜市场输你最心狠 每次买回家的菜 不是缺斤少两 就是水分太多 就是 过上次买回家的菜 光水都快几出半斤 小伙子 你这西红柿怎么卖 五块 你还真敢要 现在市场下 这西红柿最多两块 再好的也就三块 你这竟然要五块 你怎么不去抢 我是说我一斤卖五十块 我是说我一斤卖五十块 五十块 五十块 长安哥哥 现在猪肉才十二一斤 一斤西红柿年五十太贵了 小伙子 我去你去医院看一看 太贵了 有病 不知道 还以为这西红柿 是金鸡做的 真是 纯天山大盘菜 您看这个多好看 您看 刚摘出来的 您要不要看看 李老板 看一看 许总 东西我都准备好了 东西同家菜 一共五百斤 是送您饭店吗 五百斤 这怎么看也不是五百斤 不信 你去撑啊 你这个撑 是鬼撑 你小子 找打我 我的西红柿三斤半 为什么上了撑是四斤 许总 抱歉 真的很抱歉 这黄大宝的衬 确实不太准 但是现在这样新鲜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下不为例 谢谢许总 谢谢 谢谢这位小兄弟了 不客气 我只是看不惯 就先人偷奸耍罢罢了 来啊 来啊 新鲜西红柿 这些西红柿是你的吗 对 这我刚从菜园子里边摘出来的 这小子就是一个骗子 这西红柿五十块钱一斤 他就能买的金钱吗 五十一斤 没错 许总 看到了吧 这小子有毛病 别理他 我买东西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这手画脚了 这西红柿 我可以尝一下吗 当然可以 这些西红柿五十一斤 我都要了 许总 这个人五十一斤啊 你在教我做什么 那我就把这些西红柿 全部给您装起来啊 好 许总 许总 许总你怎么了 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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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是中毒了吧 都怪他 许总就是吃着他的西红柿 突然肚子疼了 不会的 这西红柿我吃过的 没有毒的 没有毒的 他就说过他现在西红柿有问题 还不信 现在大家看到了吧 许总这么好的人 你也敢碰 你怎么是不是没良心 要是真吃出问题 我跟你没完 没错 许总今天要是有事 你就别想走出菜市场 我家西红柿没有问题 没问题 许总能试成这样 没错 许总这些年 高脚收购我们的蔬菜 对我们恩仲如山 我们能看着许总 被这个小子毒害吗 不答应啊 小子 这是你自己找死 待着我跟我一起 把这小子的餐子给我砸了 不行 不能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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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行 不要砸 我告诉你们 你们惹大麻烦了 不能砸 不行 给我砸了 以后不允许他们再踏足我们餐市场 等等 许总 你没事吧 大家放心吧 我没事 许总 这小子把你害成这样 太可恶了 你放心 这件事我们往里做手 感谢大家的好意 我心领了 但是 我现在这个样子 的确不是这位先生的西红柿所致 我这位一直有个老毛病 以往只要一饭病 至少要半个小时才会好 或许是吃了西红柿的缘故 胃痛来得快 去得也快 这位先生 因为我的个人原因 给你造成麻烦 实在抱歉 吃西红柿你还要啊 要 我全都要 许总 他这西红柿可是五十亿斤 太贵了 就算再好吃也是西红柿 不合适 不合适 五十亿斤 的确不合适 价格可以再商议 价格的确可以再商议 这位先生 你的西红柿 我许是餐饮 一百亿斤 我全都收购 只要是这种品质 你有多少 我要多少 真的假的 还带这么砍价的 老板 我现在还没有稳定的 供货能力 这次 咱们就按五十亿斤 八十亿斤呢 只要你愿意 跟我们家合作 我愿意八十亿斤收购 许总 这小子卖的西红柿 八十亿斤 你买回去 还有钱赚吗 我自有决断 可是 可是 这位先生 考虑的如何 我却 我还没想好 好吧 我们许是餐饮 这些西红柿 你有多少 我们收多少 记得去许家找我 还不知道 这位先生的姓名 可不可以 加个联系方式 我叫李长安 来自平安村 有事 你去村里找我一下 这是我给你的菜 那 我们就先走了 老板 李长安是吧 你的西红柿 我许晚要定 张曼姐姐 帮我找个人 她叫 李长安 李长安 天尊的那个 好宝贝呀 怎么样 好吃吧 我想 这要推出 与这些西红柿 有关的菜品 一定可以让我许是餐饮 再度复兴 便宜了 便宜 不便宜了 我已经打算 一百亿斤收购它了 一百亿斤 太便宜了 这还便宜 没错 李长安便宜你了 而且 你也应该知道 这西红柿内存的价值 且不论其美味 但论其令人精神焕发的功效 就不下一万一斤了 什么 好你个李长安 竟然藏着这么多的好宝贝 过几天 等我忙完了 去找你 医生 我这身体还能生孩子吗 能不能生还没法确定 需要深入检查一下 检查 你把衣服脱了 我给你好好检查一下 脱衣服 不脱 不脱我怎么检查呀 可是 我 我是医生 你要是不相信我 你现在就出去 脱多少 当然是 全脱了 没想到我的小诊所 绝能还这么漂亮 但是 经常不孕不孕 正好是我的机会 打扰了 作为医生 不管男女老少 只要是患者 在我们眼里 都是一视同仁 你如果担心 我占你便宜 你可以找其他的女医生 现在我和香文天回村 香文天身体也好了很多 作为妻子 我为她生个孩子 哪怕以后改嫁 也算对得起她 你是在怀疑我的医术 我记得你隔壁村 不是有个女的吗 在我这拿到药方之后 现在 两个娃娃了 当真 我骗你干什么 不信 你可以回去问一问 好 我拖 你放心 我给你好好检查之后 查出病灶给你开个药 保证你明年生两个娃娃 太好了 那就拜托医生了 小子 别听她的 她就是一个骗子 小子 你凭什么质疑我的医术 你今天 要不说出个所以然来 哼 别怪我不客气 你说你是医生 那么好 我问你 如果一个人长流血汗 咳嗽不止 那病因在哪 就该怎么治 怎么治我 哪知道 这还是我的本事治 跑病院回去大医院呢 怎么治 我是医生 还是你是医生 还敢来考我 你懂什么是医术 你懂什么是方子吗 此人为实气过重 应针灸 中庭 幽门 弃护等学位 应用 党身 茯苓 甘草 白叶等主要 方可治愈 这 这我也知道 这你也知道 我当然知道 我只是不屑一说罢了 你该不会以为 真的会难到 你懂什么叫医术 我刚才说的都在骗你 此人 虽为诗气过重 但是实则扬虚 病因在甚 对对对对 我刚才没听清楚 是病因在甚 病因在甚 没听清楚 应该针灸 中库 大聚等学位才能 至于党身 浮灵这两位中药 对症状毫无作用 没听清楚 我 这些都是中医的基础知识 你连这些都不知道 还配做一个医生 你小子 是来找茬的是不是 没错 我就是来找茬的 你脚粉 你敢打我 为什么不敢打你 是什么 换了一个姓李的老爷 天天从你这里买药 乱七八糟抓了一堆药 结果一点用都没有 结果 他中菜的钱全被你添走了 这你忘了吗 姓李的老爷 谁呀 德明我爷爷 为什么 你个骗 骗钱 我打死你 我 我 危险 危险 危险的事吧 神秘关切 这钱是用来你赚的吗 诶 长安住手 我发誓 我从来没有害过人 我用的药 全都是没有副作用的药 把你嫌我爷爷五千块钱 低保还我 以后我再看你 你抗蒙鬼片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滚 长安 你现在医术 都已经这么厉害了 虽然 我比不上那些顶级的专家 但是 这一般的疑难杂账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 长安 你能不能替嫂子看看身体啊 当然可以啊 长安 那 要怎么检查啊 呃 长安 一不避嫌 这一点我还是懂得 呃 嫂子 检查 不用脱衣服 你把手放在这儿 我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腹上吗 你别误会啊 我只是想检查的更准确 这有什么误会的 尽管检查吧 长安 什么情况 我敢确定 你身体没病 没病 那我怎么生不出孩子 啊 嫂子 这生孩子 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啊 长安 我们还是回家吧 嫂子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没有 是不是有人又在外面逼你 还是直接威胁你 没有 没事的 长安 我们走吧 嫂子 有什么困难你就说 大哥的事我也办法 就几天 你别急 长安 你这是干嘛 你和我像大哥 刚回来 需要钱 这是我卖菜的钱 你拿着 卖菜 这么多 嫂子 你就拿着吧 长安哥哥的西红柿 可受欢迎了 一百多金 卖了六千多块钱呢 嫂子 娘娘 不出几天 我一定能还上他赵六指 欠他的十五万 这以后啊 这百年老深啊 我也能找到 向大哥的船啊 也有的质 苗苗 长安 你们先回去 我还要去县城里 买点私人用品 嗯 哦 行 走了 嫂子 走了 嫂子 长安 四雅嫂子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四雅还是不相信 我能弄到百年人身 不过百年人身 确实有些精神害索 不如今晚先偷偷 给向大哥治好 到时候嫂子的问题 就彻底解决了 走吧 你们先回家吧 哎 长安哥哥 浇水的事情就叫到我吧 也好 不过我得去借个三轮车 这萌的车太小了 根本就成不下这么多西红柿 三轮车 林雪嫂子家就有啊 林雪嫂子 李健 你怎么来了 你说我来干什么 我就不能来了 干什么呀你 你给老子装什么装 你现在可是寡妇啊 要是我把咱俩的事情 说出去 哈哈哈哈 李健你听我说 老公给老天发高烧 现在已经睡下了 我得照顾他 每天吧 每天行吧 睡着了不正好吗 寒假老公不在家 应该是个好日子 老子家火气很大 最后别抵抗我 你起来 起来 干嘛 解决了还敢跑 要不是老子我看在你们母女俩 生活不义的份上 帮助你们娘俩 你俩早就饿死了 要是不老实 弄死你女儿 什么东西 算了 不管了 有完没完 滚 你 李健你个畜生 你给我滚 李健我 我告诉你李健 你遭到我就算了 你看对我闺女一个人很忙 我就算豁充命 我要下来你 你赶紧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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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健你怎么在这 村长你不是也在这吧 你管我呢 对了 谁让你放我煤炮的 我乐业 你管得着吗 咋的 不复打我 你 管得可真快 这村里边还不让放炮了 慢点 走啊 他怎么进去 还说 还说什么童童生病了 合着你就是想背着老子睡男人 你们都给我等着 嫂子在家吗 嫂子 谁呀 嫂子 嫂子 长安呀 啊 你这会来找我你有什么事吗 嫂子 我明天想去县城去卖个菜 但是我摩托车太小 乘不了太多东西 我想借你三轮车一行 原来是借车呀 那行 那车就在院里呢 你骑走吧 你别忘了给我那个车轮胎打点气 放心吧 那我就骑走了 妈妈 我难受 诚安 嫂子 诚安 你你能帮我买点退烧药吗 退烧药 这童童发烧都 烧了两三天了 这家里退烧药全都吃完了 这会儿我 我怕出门不安全 这个好说 对了 童童多少度 多少度 就是烧了多少度 它如果低烧的话 吃退烧药管用 如果高烧的话 咱得去医院 不然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这这家里温度机坏了 我后面没给它凉 我不知道多少度啊 是这样 方不方便让我进去看看 啊 你要你要进来 啊 我在门口也行 那你进来 长安你看童童 这好几天了都一直这样 耍了长安 你看啥呢 长安你衣服怎么好 别管衣服了 咱赶紧看看孩子吧 童童 童童 长安你看 这么烫 长安 这 很严重吗 起码有四十度 四十度 长安 长安 咱现在赶紧 送医院吧 来不及 这为啥来不及啊 童童现在是深度昏迷 平安县 离县场 即使是有车也来不及 长安 嫂子求求你了 求求你想想办法 救救童童 嫂子求童童一个女儿 她要是出事了 我撒活呀 哎 嫂子你快啥 你求求你了 长安你只要的救童童 长安 你只要的救童童 嫂子跟啥都愿意 你要嫂子跟啥都行 嫂子你说啥呢 这童童咋办呀 先生 家里有酒吗 有酒 我给你拿 给酒 你喝吧 不够了 我还有 我再去给你拿 这酒不是用来喝的 这是给童童治病的 还有毛巾吗 有 有 我现在去拿 雨晨 给毛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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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咱再加两瓶吧 你不用担心 这些酒 只要能救童的话 多少钱我都愿意 只是给童童 降低表面体温 这物理降温 指标不至本 那咋办 叶长安 这 还是送医院吧 咱们 越离县城有四十公里的路 即使是有车 也得隔八个小时 那 那咋办 叶长安 你小子求求你了 你一定救救童童呀 可是 哎呀 我一开始就不应该不出门 我就应该早点去给他买药呢 我不就是怕别人说闲话吗 哎 我怕他干什么呀 我就童童这么一个女儿 我为了她 我似乎都愿意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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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救童童啊 你有啥办法 长安 你赶紧说 赶紧说 其实我会点医术 只是我没证 你要信我的话 我就给童童 真经 好 长安 现在都啥时候了 只要能让童童对生 啥办法我都愿意死 你快 你快弄吧 没事了啊 叔叔 叔叔来救你了 会针灸啊 马上就不烧了啊 应该没什么事了 这 这就没啥事了 妈妈 我刚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咱们家着火了 我又掉进了冰窟窿里 没事没事 童童没有冰窟窿 妈不是在这儿呢吗 马上就好了 怎么了 是不是童童亲着你了 没有 童童是妈妈的好宝宝 妈妈是太高兴了 童童才没有亲妈妈呢 妈妈是高兴得流眼泪 哎 嫂子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好 你先睡 妈妈跟长安叔叔说点事啊 长安 谢谢你啊 嫂子 喝水箱里相亲的 没那么客气 传安你等一下 撒了嫂子 哎 哎 嫂子 你 你 你干什么嫂子 家里没见 只能这样报答您了 红都睡了 你小点声就行 嫂子 我只是想记得三文筹 我没有邀请报答的事 怎么成啊 你是嫌弃我吗 我还有点事 嫂子 我先走了 嫂子 我走了啊 肖子 三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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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说你不好好休息 你在这做什么 我就是觉得 能帮一点试一点 我毕竟是个废人 我不想一辈子失险犯 夏大哥 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见外了 长安 你就是太善良了 人心是会变的 我不想一辈子坐在这个轮椅上 享受你们的帮助 可是 别劝了 我心里有数 长安 你考虑是怎么样 你嫂子最近心事很重 今天晚上也没回来 我不想再多了 我怕这样等下去 她会离开我的 我嫂子的时候我坚决不同意 你说什么 长安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嫌弃你嫂子 我 我也可以不离婚 夏大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百年人参 我已经找到了 长安啊 这是百年人参 你别宽慰我了 看 走了这个百年人参 你的腿就有的质了 不用啊 太贵重了 这可是百年人参啊 起码价值几百万 你收起来吧 没必要在我身上 浪费这么多钱 其实 这个人参 其实这个人参 他也不贵 不贵 你拿你 向大哥我当傻子呀 你的心意我领了 还是收起来吧 等到了城市里 你可以把它卖了 得到一大笔钱 如果你觉得愧疚 可以给我几个保姆 这样 你向大哥我 就可以安乡万年了 可是 收起来 别对别人说 才不动连心 我是不会用这个人参的 你要是给我用 我会生气的 向大哥 我一定会教你的 我叫了向大哥 你叫了向大哥 哥 你怎么回来了 这是我家 老子想回来就回来 你管不着 哥 我找到工作了 打算跟长安哥 一起去中西红市 赚到的钱 我都拿来给你还债 但是我求求你 以后不要再走了 可以吗 畅弟 畅畅弟 我打算把你 嫁给李长安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但是彩礼 我要十万 不 二十万 你帮我当什么 二十万很多吗 他李长安不该有 他世人给 再说 他小子不是刚生的那什么 对 龙也是吧 他小子有钱 我是不会同意的 那是长安哥的钱 又不是你的钱 你不许愿 这家什么时候 留到你做主 我告诉你 没有二十万 我就把你降给赵胡 长安哥 长安 我没有状态 重要的事 娘娘什么话 娘娘 娘娘 是不是你哥 又欺负你了 没有 我只是刚刚 做饭的时候 被烟呛着了 长安哥 我哥 刚刚是不是 跟你说过什么话 他跟我说 你有很这样的事 要跟我说 啥事啊 不行 不能呼喊了长安哥哥 我哥不会 善罢甘休的 只还没有结婚 就要二十万彩礼 起了婚 更不知道要多少 我哥说 我煮了很好吃的面 问你要不要尝一尝 我正好没吃饭呢 你怎么不吃啊 我刚刚吃过了 对了 我已经找好了三辆车了 然后把东西装好了 大概五百雷劫 然后能卖个几万块钱 到时候 我想吃了 这你给我把债还了 长安哥 谢谢你 这钱 我以后当牛做马 都会还给你的 你说什么呢 承安 别干了别干了 我跟你说个事 就是我家那个三辆车 可能暂时没法接你用了 你是咋的 出啥事了 承安你知道 我家的菜吧 之前一直是跟着李健他们家一起卖的 结果今天早上 我去送菜的时候 李健跟我说他不熟了 然后说让我自己拉着去县城里卖了 那些菜都是我今天早上 从地里现摘的 都是新鲜的 但放不久 我就想着我 我自己骑车 拉去县城 把他给卖了 要不然都坏了 糟蹋了 原来如此 这么说昨晚坏了李健的好事 现在来报复我 嫂子 你这菜多少钱 一百二十五斤 我今天早上刚盛的 你看这样 你把这菜啊 我按市场价全部收了 你这三轮车借给我用 这能行吗这 这 这咋不能行啊 承安 你这你收了 你不亏了本了吗 对我这么好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啊 啊 承安 你对我这么好 你是不是 是不是对嫂子有点什么企图呀 嫂子可得劝你一句啊 嫂子知道你的家里穷 又想娶媳妇 但是你一定听我一句劝啊 一定得踏踏实实挣钱 咱不能走偏路了 一定得好好挣钱 咱找个好人 而且千万不能想别的那些 嫂子嫂子 你误会了 承安 那你这啥意思啊你 你不会是想让我给你做喜好吗 承安 这是万万不行啊 嫂子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这宁可亏着本的 都都都都要帮我 阵图啥呀 嫂子我就给你偷个点 你这个菜呢 我按市场价收了 我不仅不会亏 我还能再赚你了 承安 你别把嫂子当小孩子骗 这 要真有这么好的渠道 那大家伙不到 早都去赚了钱了 嫂子 你要实在是担心我亏 你看这么着 你把这菜呢 先卖给我 我卖不出去的 咱到时候再说 算算多少钱合适 那行 那我先回去把菜 都给你拉过来 去吧 然后你看 去吧 你要是实在捏不出去 快点回来啊 你快去搬吧 等我帮完了 看你这累的 满头大汗的 杨婉婉 你昨晚是不是没睡好啊 没有 我睡得挺好的 长安哥 今天晚上早点回来 呗 我有事想跟你说 好啊 李贤 你来干什么 还在生气啊 你也知道 我昨天喝了酒 你真不是故意的 你走吧 我家不欢迎你 李雪 你别不失抬举 这几年 要不是看见你母女俩可怜 我帮着着你们 你们俩俩早就饿死了 李贤 你话说得好听 什么为了我们娘俩好 菜钱给的一次比一次少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李雪 你怎么别给脸不要脸 李雪 你怎么别给脸不要脸 你给老子装什么纯洁 你不过是谁都可以上的破烂货吗 要不是看在你有几分姿色的份上 我才拉着管你 爷爷爷 我怎么了 我告诉你 卖菜的钱都是我应得的 村里其他人找我卖菜 我给的是一样的钱 我看你识相点 四方老师是把菜低价卖给我 我弄死你 你敢 有什么是我李健不敢的 你好好想清楚 除了我 还有人敢帮你们卖菜吗 嫂子 菜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都在屋里呢 李长安 你还干什么 哦 原来是李健 哦 是这样 我把嫂子菜全买了 准备扔到三轮车上 去现场卖菜 嫂子 菜在哪 我要去给你搬 不用不用 我自己搬就行 我自己搬 你这什么意思 李健 咱都是乡里相亲的 我听说嫂子没空 去县城卖菜 我帮忙卖个菜 难道这不是好事吗 李长安 我劝你不要多个闲事 怎么 想尝尝我拳头啊 对了 管好你 叫他躲好点 很多人在找他 你 都在这 慢点慢点啊 一共是125斤 然后130斤 市场价四块钱 这是520 这么多钱 这这以往 我都才卖一两百块钱 嫂子 你的菜值这个价 不像某人 走了嫂子 慢点啊 长安 贱人 我问你跟李长安睡了没 睡了又怎么样 你管得着吗 你 李健 我告诉你 你不用用这种眼神 看着我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谁能带我赚钱 让我活命 我就跟谁 贱人 李长安 你能打又怎么样 你给我等着 看我怎么弄死你 哪儿来的乞丐啊 滚一边停车去 并向我们做生意 麻烦您 传一下许婉 许总 你认识许总 许总是 他说 我如果卖菜的话 就来许氏参见找他 你他们也不照着镜子 你这土老帽 你也配跟我们许总攀关系 实相得过远点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那我要是不走 不走 把他的菜 全都给我裁烂 小子 听好了 今天我不管要裁你的菜 我还要打你 来呀 把这小子给我打一顿 轰得一额的 别脏了我许氏参饮的地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种的菜 你为什么要砸了 砸 我就是砸了要怎么样呢 上 你这个吓得人中毒的拉铁 赶在我几时才有门口闹事 你弯了 你这个 不用 就你放过我 放过你 我那些菜怎么办 你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我得 许总 你可算来了 你要再不来 我就要被打死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许总是这样 这个抽没在的 富有把他的垃圾蔬菜 卖到咱们店里 我不同意 他去打人 这里可以给我打的 我的牙呀 许总 这本年就是来欺负人的 不错 许总 我们一定要好好教训这小子 是啊 许总 不能让我们白被欺负了呀 许总 要不把治安队叫过来 把这小子押进去 关上十点半个 给我闭嘴 许总 我许氏餐饮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 啊 还治安队 治安队是你家开的呀 许总 是这小子先找茬了他 啊 李先生 男是我许氏餐饮的贵人 他会挑事 啊 还乱着干什么 给我道歉 许总 道歉 你让我给他道歉 他一个抽卖菜的 凭什么呀 道歉还是辞职 自己选 对不起 我为刚才的行为 向你道歉 你刚才说什么 听不清楚 对不起 我为刚才的行为 向你道歉 我就是一个香脉 干粗活干习惯 清理不得 但是 你绝对是一个 优秀的看门狗 你别再过分了你 过分 这就过分了 你涮我菜的时候 难道不过分吗 我让你把我的菜 一个一个给我捡起来 我说话呢 让你把我的菜 一个一个捡起来 行了吧 陪钱 许总你看到了吧 这小子就是过来找茬的 你把别人的西红柿 都采烂了 怎么 难道不应该赔酒 一个西红柿一百块 小子 还不快捡吗 你过分了 过分 许总 这大家伙可都看着呢 欠我也到了 欠我也赔了 可这钱 他要是不要 这 这事不能怪我 这钱 够 师嫂 你都看到了 这小子就是会来找茬的 来 大家会儿都来看啊 这一个西红柿 我赔了一百块钱 还嫌不够 这 这不是狮子大开口的吗 这不是 是啊 太不识抬去了 这就是欺负人呐 一百块钱 可以买几十斤西红柿了 许总 你不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故意打压自己人吧 这要是传出去了 底下人 他不服气啊 我的西红柿是特别的 十块钱一斤 但是你弄坏的那颗 乃是精品 至少两斤半 你自己算算多少钱 一千一百块 那百二百五吗 对啊 就是二百五 二百五 小钱吗 二百五 岂有此理 一百块钱一斤的西红柿 许总 你可为我做主啊 我原本考虑 只卖五十块钱一斤 但是我现在点准备 我的西红柿 叫卖一百块钱一斤 哈哈哈哈 一百块钱一斤 傻子才会卖你西红柿的 我买 啊 许总 你是不是傻呀 他那西红柿的那 你被开除了 好 好 好 许晃 你给我等着 你可亲爱的后鸣 哎 慢着 又怎么着 你刚才给了我三百 我呢 找你五十 二百五 五百二十斤 总共五万二 你点一下 不用点 我信 对了 许总 我那些蔬菜 你要不要收啊 就按正常价格就可以了 挺新鲜的 我都要了 好 我已经 李长安 我上次给你提议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喜老板 你这是干什么 咱做生意归做生意 我是卖菜不卖身的 可是 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 我做你的女朋友 以后 整个许市餐饮 就都是你的 算了 还是合作吧 我还得带着全村人民致富呢 好吧 作为你的谢礼 以后你们村的蔬菜 我全都要 那多谢老板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还没想到 想到了再告诉我 那我先走了 许总 咱们花这么多钱 就是为了买西红柿 真的值吗 放心吧 这些西红柿 绝对无稍所值 对了 菜单改好了吗 改好了 但是一份西红柿炒鸡蛋 五百八 这也太贵了 真的有人买吗 五百八 改了 那是以前的价 我现在要八百八 放心吧 这次我许市餐饮 要借着这锅西红柿 自飞中飘 要知道 那些诗课 可是 许总 你电话 你电话 喂 张文姐姐 许文 传安呢 孙总 你先别急 思雅 你可想好啊 只要你伺候好我 百年人参 不好帮你弄 孙总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 我还没有看见 百年人参 我不放心 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 凭我孙福的家产 百年人参 还不是轻轻松松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我 你不相信我 脱了 现在赶紧立马给我脱了 要不然 我若是发表 百年人参 一辈子都别想听口 思雅 你也不想你丈夫 一辈子 两个残废吧 真是够蠢的 不脱 百年人参 价值一千了 我脑子坏了 不过 这次机会 我二位这鸟 没听过 谁 谁 谁出的石头 放开我老婆 老公 你 你怎么来了 思雅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向天问 好久不见呢 对 对了 你老婆 真是一位 孙佛 我 就凭你 我有那个石鸟 老婆 我能费了你两条腿 现在 才费了你两条胳膊 去你妈的 猪死 来人 把扯不着的东西 给我拖下去 把双臂当笨 再丢进身上的喂野狗 不 不 我求求你放过他 孙佛 我求求你放过他 什么 行什么 你不是想要我吗 我给你 我都给你 以后我一直都跟着你 我这一辈子都跟着你 哈哈 老师 嗯 四鸟 这是为什么呀 下点问 对不起 我原本就是一个下流的女人 这种苦日子我过够了 我不想再过了 我有什么错吗 我们离婚不好吗 可是 没有可是 小点问 我们结束了 小点问 你还不明白吗 你老婆 就是为了百年人生 才选择跟着我 可惜 你这么一闹 不仅人生得不到 还要白搭上一个 如花四溢的妇人 哈哈 哈哈 四鸟 果然是个妃 我该一辈子是个残妃 哈哈 谁说我是个残妃 我 老公 你的队好了 老婆 是尸长 他找到的百年人生 是好好的双腿 他可是咱们一家的恩人 好 太好了 老婆 咱们回家好好过日子 走 不 为什么呀 你得罪了孙夫 孙夫不会放过你的 你快走 老婆 走 好了 我 还想走 孙夫 我求求你 他病情不好 不放过的 放过的 大老孙夫 还想走 就像这么一走了之 向天问是吧 推好了是吧 那就再给你打断 不 四鸟 一会儿 你会当劲的面 好玩弄 孙夫 你干吗 放我 我老婆 孙夫 那天我 那苗苗的战 很快就还上了 以后我李长安 也带着全村人 发家致富 大海天的 真的够自己 对了 谁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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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不像呀 没看哪个人过来 嫂子 嫂子 你快走 你去现场找专案队 这是省城的孙总 你得罪不起的 你快走啊 孙总 我管你什么孙总 你走 这我嫂子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好好好 真是好大的口气 你小子就是李长安 那更板年人参 只好向天问的人 不错 很好 我给你个机会 把手上的人参都交给我 我可以给你个痛快 我要是不交 那 那就是相思 打猎 给他这银色的脚脚 这位高手 2010年 第一次在东南亚的自由搏击 就得了冠军 五年起 打败了重炮手梅龙 接下来三年 打败了世界上 所有的空手的高手 拥挡了全球自由搏击的冠军 不后 魔鬼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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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要是打住我一拳 我就赐你一个舒服点的司法 嗯 那我真 我呀 够了呀 我就怕你这小拳头 还比得上我脸上门女呢 那我就 你行行 你行不行啊你 孙子 这不是每次的机会吗 速点 把他死 明白 你不会打不过他吧 不会不会 你看后边是什么 小心 我的东西 给你机会 中佑 你是谁呀 是你这么讲 我叫李长安 22岁 生在平安城 我从小子害怕报 你 就是孙福士 打得我向大哥双腿的人 是 是我 那又如何 你难不成 伤了我不成 我告诉你 我孙福背后 还有的是人 哦 背后有人 不然 不然你以为孙福 是怎么弄今天的 嗯 哎呦 孙福 孙总 可否告知我 你背后 是何人呢 孙总 您怎么来了 哎呦 孙总 您这话说的 这地方 难道是你孙家的不成 怎么 我还不能来了 我还不能来了 不不不 我双腿 你觉得应该怎么 你想怎么办 我不想怎么办 孙总 他打完你 又欺负我 这首席 这首席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正当防卫了 夏大哥 成安 让我打死他 夏大哥 他活不成了 被安婉气 他的医生 将会在痛苦里面动过 出口气就行了 我 赵总 我们之间约定 别忘了 放心 你就在日程上 别装了 舅总 我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再给你一次机会 去和治安队说吧 来人 带走 赵总 城里的大户人家 我拿什么 跟人家比 夏大哥 别多想 你这身体 马上就好转了 好日子马上在后边 最近 我又发现了一个门路 绝对让我们平安村 挣大钱 门路 没错 我们平安村 环境 蔬菜对外 特别是欢迎 我还有一批种子 绝对让我们 挣大钱 种菜 嗯 哎呀 长安 听歌一句劝 你有这个本事 日后去城里边 出人头地 没问题 可是你在村里 种菜 没出息啊 我是能出息 你们呢 村民呢 夏大哥 我是吃本家饭 长大的 我是能出去发财 我不能让村民 在山窝窝里边吃苦 长安 家是真好 可是在村里边种菜 吃真没出息啊 你说 我种的西红柿 多少钱 多少 一百 嫂子 长安 回来了 这个 城里的菜价长 这是你应得的 长安 这使不得呀 长安 我跟你说 这钱都是你挣的薪品钱 再说了 那之前三块钱一斤的时候 我都已经得了不少便宜了 这不能让你白跑一趟 嫂子 嫂子 嫂子你要再不拿的话 我以后不给你卖菜了 哎呀 你拿着 给童童买点好吃的 这孩子都瘦了 长安 走了 林雪 长安为什么给你抢 你们两个是不是 桂花 你要是不能管好你这张嘴 就别出来乱讲舌头跟子 这可是人家长安 正的辛苦气 说什么呢你 再说了 就我这破身份 配得上人家长安吗 我跟你讲啊 你要是再乱讲舌头跟子 我撕了你的嘴 听见没有 那你这钱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啊 这钱 可是人家长安京城里 帮我卖菜的钱 下了苦力的一些 长安 也进城卖菜了 那可不是 我告诉你啊 那长安京城卖菜 下的苦力 我告诉你 不必在地里少 你说这钱人家该责不该责 那他能卖菜了 那我们也可以啊 怎么今天 还没有人来卖菜呢 怎么才来 今天来得晚了 菜价 我每斤还要再压三毛 小子 你 你这个小兔菜子 死哪去了 老邓 拿钱 你这个兔菜子 十天半个月不回家 回家就要钱 看我不打死你 打我 来来来 你打死我算了 你 哎呀 你又打架了 小子 听见一句话 不如和我一块收菜吧 别在外边瞎混了 收菜 哈哈哈哈 你收个屁菜 我刚偷偷进村的时候看到 李承安那小子也开始收菜 而且 村里的人都去了 什么 李承安 你就敢断我财路 嫂子 你们怎么都在这 哎 承安 我听说昨天 你给林寡妇他们家 才按市场嫁首了 啊 长安 你也帮我们家卖卖菜吧 对对对 我们要求也不高 按照市场嫁的八成手就行了 是啊 是啊 你就帮帮我们吧 是啊 你看这菜多好呀 长安 你可不能厚子薄 你忘记了 小的时候 我经常喊你来我家吃饭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 卖菜多嘛 那花达姐那个三轮啊 拉不了那么多菜 不多不多 也就百时来接 能拉得下 也就百时来接 长安 你要是嫌弃 车不够大 俺家还有拖拉机 可以先给你试试 他家有拖拉机 那行啊 那我就都收了 行行行 那咱们俩是选的一样 三块钱一斤收 咱们能卖多少 多退少补怎么样 好好 好好好 真好 赶紧整菜吧 要不你一会儿 拖拉机开会 让茶拉草 这小子哪来这么多钱 爹 早就看这个人不爽了 要不咱们 你疯了 这小子眼下 唇风得意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们的出面 保证会被村民们埋怨 那怎么办 这可是咱李家的钱 就这么让这小子给挣走了 就凭他给长安 还没有人能从我李剑手里 先去赚走 娘子 让我让你看看 别我的手 老板 一份西红柿炒蛋 我也来份 不 韩少今天还是第一次吃 韩少 你不是来帮我炒回炒子的吗 韩少 这西红柿炒蛋 我知道秘密好了 只要你韩少帮我找着面子 得到这秘密之后 咱俩三七分成 你七 我三七 算你懂事 怎么看路的 没张眼睛 对不起 包衣服弄脏了 怎么赔 对不起 我刚刚走路没注意 我给你道歉 道歉要是游泳的话 还要反对干什么 今天必须给个说法 多少钱 我赔的你 你赔得起吗 韩少 你说 怎么赔 既然他把你的衣服弄脏了 那不如把他的衣服脱了 你关了 不愧是韩少 这种赔偿最合适 你们在干什么 没听见吗 韩少让你们把他的衣服脱了 你们别过来 是让你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垃圾 记住了 今天呢 就是给你长个记性 以后走路能把眼睛擦亮点 弄手 不要 慢着 孙大海 是你 怎么是我 怎么 洗澡 你开店 我还不能来消费了 别忘了 来的都是客 说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你没想干什么 就是想让这丫头把衣服脱了 赔给我 没事 孙大海 你欺负一个小丫头骗子 我觉得太过分了 过分 破分吗 孙大海 你可别忘了 我可是许家嫡女 许家嫡女又如何 我大哥可是韩冰 你许家在韩姐面前 不过是个老鸡而已 许婉安 好久不见了 韩寿 好久不近 今天这事你想怎么解决 不 要么你替他把衣服脱了 要么你们俩一起把衣服脱了 记得多干净啊 不说 那就是不给我面子了 我可要生气了 不给你面子又怎么样 长安 长安哥哥 小子 你知不知道得罪了我韩冰 是什么后果 我管你 媳妇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行 小子 让你妹妹把衣服脱了 给韩寿找点乐子 这事也就这么算了 但是你敢拨韩寿的面子 你可知道厚厚 愚昧 算了 我就跟你说的说的 韩寿 是本下韩家的寿 整个县 谁敢不给韩寿 三分不密 何不 有何不敢 忘了 好言相怯 该死的鬼了 韩寿 给这景象 把那点颜色 瞧瞧 看人 告诉你 一等一的好手 跪下 喝得道歉 兴许我还要饶你 我的好手 一等一的好手 那就试一试喽 这怎么可能 你别过来 告诉你 你过来 我饶不了你 饶 我 你 打我 走 你 你还敢骂 陈哥哥 撒 你两个 再看 我打断你们的狗腿 困 长安 你太冲动了 这韩冰可不是什么好惹的人 他拿我不能怎么样 可是你不一样 如防 你让他来试 既然如此 我就帮你帮到底 门口那些蔬菜 都是你的 除了西红柿 我全都要了 以后你送多少 不要多少 多谢 客气了 但是以后你还是要小心点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找了新的工作 在这里当服务员 服务员 苗苗 你在这种地不是装得好好的吗 抱歉啊 长安哥哥 我想赚点钱 我提家用 而且我哥他那边 你说钱啊 我赚到了 不 不不 长安哥哥 我不能要你的钱 你把这个拿着 你要赚钱了 你就还我 你要还不了我 那我可就要打 你一辈子光棍了 不会的 你 我 不管 不管 李长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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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想干什么 韩少 许氏集团的西红柿 就是从这小子手里拿我的 只要你把他弄死了 这些西红柿可都是我们的 当真 千真万确 小子 知道你很能打 能打有必要 你能打一个 还能打这么多 你现在如果跪下来 给我喝三个想头 咱们之前的事可以一笔勾销 否则 我要是补贵 我看你是找死 韩少 首个的废话 干他 小子 记住了 以后惹不起的人 别他妈惹 凯飞哥 米克斯来了 刚才路上有点事 你耽误了 现在怎么样了 这小子就是我跟您说的 打了我的姜布兰 只要你带着兄弟们揍费一段 钱的事 老是没问题 小子 我劝你识相点 给我和韩少 跪下道歉 还可以考虑放医吗 别以为我在开玩笑 这位 可是龙女的头号麻烦 大飞哥 他要是出手 保证你在医院躺下半个月 连李神医你都敢得断 李神医 什么李神医 大飞哥 大飞 你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这种 不知天高低厚的东西 你知道他是谁吗 只是李神医你就敢得罪 飞哥 你没搞错吧 孙大海 告诉你 你要揍的这位李先生 三天前曾亲手救了我们龙爷的命 什么 韩兵 你们韩家 就是龙爷的一条狗 而我们李神医 则是龙爷的大哥 你 你们怎么敢得罪他 跪下 赔罪 李神医 刚才兄弟们 没认出来你 装扇多有道罪 请多多受罪啊 撒 我永远不是泰山 你大人不信小人过 对对对 你看到许总的面子上 你饶了我 我们再也不想了 对了 他们两个 就把我打击了 你快点走吧 最好 不要弄出 飞哥 你看到弟弟 我笑你你这么多人的份上 饶了我一命吧 你还有脸让我熟了你 你知不知道 你竟然会让我死得很难看 总也已经从凉了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 龙爷会扒冷我的屁的 你打 喝手 打 哪怕死就往死里打 这是我的 长安 你真是好人 叶长安 这些来收菜的 就你给我们的食材 不错 不错 长安 我们大家伙都商量好了 只要市场下的巴掌就行 让你赚钱 总比让那黑心毛毛的李健赚强 就是就是 长安 你看大家都这么说了 都是街里街坊的 就卖菜这事 你看行不行 就以后都帮我们卖 对啊 你知道那个李健 他不是个东西啊 他把价格压得很低很低 这些年没少套我们钱 就是 长安 你也知道 咱们乡亲们一直没有一个购买渠道 也没有卖货渠道 现在一直压价 你看 就帮我们卖一卖吧 行吧 你就帮帮我们吧 好 我当然给你们卖菜 但是 太好了 你们一定要保证菜也新鲜 一定要是绿色食菜 放心吧 放心吧 那卖不了菜 那都算我们的 就是长安 你只管去卖 能卖多少卖多少 反正我们大家伙的 我们都相信你啊 我们都相信你啊 哟 大家伙都在啊 收钱收钱 长安 听说你发财了 不关 嗯 这些钱要是你自己赚来 那自然跟我不关 要是你偷来的 那这件事关系跟我大了 这么大 听不懂你们说什么 不懂 昨晚我正想回家 就看见你 偷偷从我家里丢了出来 等我回家 才发现县里面刚发下来的羞辱 全都没了 你说我偷了修路 这是我亲眼所见 难道你还将体赖不成 啥修路款 什么修路款 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咱们村子要修路了吗 这是真的吗 就是 啥修路款 这件事 你们当然不知道 因为修路款才刚下来 我还没有来得及通知 而这笔钱 成整八万 哎呦 你个乖乖呀 八万块钱的 真的假的 长安偷了咱村里八万 都得修路款 看来 是动了两千个力 什么八万的修路啊 分离这是一个局 硬 说八道 村长 你的饭可以乱吃 你话可不能乱讲 长安是什么人 我们大家伙心里都有数 你说认识可太严重了 我告诉你啊 我第一个不信 对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信 不相信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难道还能狡辩不成 看李长安就是一个重地的 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可是 不行 人生的事情不能传出去 你们可以不相信 但是得相信志安队 你们看 志安队已经来了 哎呦 校队长 你可算是来了 谁是李长安呢 我 你涉嫌通窃平安村的凶辱公款 现在 马上 跟我去县专大队 解读调查 有什么证据 证据 等会就知道了 带走 校队长 先别着急抓人 你看这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对啊 长安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这孩子从来不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偷修路款呢 校队长 我错了吧 长安他不是这样的人 你们这么护着他 难道偷修路款 你们也是偷我吗 李先生 怎么说话呢 说什么呢 你说我偷了修路 要什么证据 校队长 我怀疑他把偷来的修路钱 就藏在家里 你带人去搜 肯定能搜出来 你们在这看着 我们去搜 你们凭什么搜 你想干什么 包庇罪犯吗 你 长安哥 你们要相信长安哥哥 走 抓到了 大家和我看 大家和我看看 啊 哦 这么多钱 难道 长安真的偷了修路款 别胡说八道 李长安 你们家突然多了这么多钱 你怎么解释 自然是我赚的 自己赚的 村里谁不知道 你们家穷的都快解不开锅了 你哪来这么多钱 我卖菜赚 李长安 你这是以为大家都是傻子吗 就你们家那些菜全都卖了 都不一定能有一万块 长安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这卖菜要是能这么赚钱 我们大家早就致富了呀 还至于现在 就是 你说这话 谁信呢 不信把钱给人家再炒 你们都误会长安哥哥了 长安哥哥的西红柿很赚钱的 在城里能卖一百块钱一斤呢 一百块钱一斤 这是真的假的呀 当然是真的 你们要是不相信 可以到城里去问 就算你的钱都是自己赚的 那么这些钱 你又怎么解释 别告诉我 卖菜能收这种钱 咦 钱上面有记号啊 你们看 这上面有一个记号 是不是一个路子 这啥呀 还真是 这是 这是我给修路款做的标记 李长安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你同村里的修路钱 你还有没有了解呢 廷安村的诺到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没有一条路 难道你要让大伙就这么穷下去吗 长安 这事你做就不对了呀 大家伙 这李长安就是禽兽不容 为了一己之私 挪用村里的修路款 依我看 就该按村规处置 打死在祠堂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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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我说 长安是不可能偷大家凶辱款的 这件事情一定是有误会 对啊 这肯定是误会 咱们大伙 因为长安是怎么说的 你这 你想想 你这个局势 堪称完了 现在行 可惜已经完了 李长安 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可惜 你捏造这个证据 简直不堪意 我这些钱 都是我卖菜给许师姐 还拿的来 你如果不信 可以去查 自然就会知道 够了 李长安 事到如今 就算你死不成人 又有什么用 你家的菜 又是金子做人 什么菜馆 敢花那么高的价钱 收你家的菜 你把人家当成傻子了吧 谁说我是傻子 嗯 徐老板 你怎么来了 我刚刚提说 有人骂我是傻子 徐总 误会啊 都是误会 这么说来 这件事情 要怪罪李先生吗 没错 要不是李长安 口口声声说 那些钱都是您给他的 我也不至于 口不冒犯了您 对对对 徐总 像李长安这种人 也难怪 只会做偷鸡摸狗的勾当啊 可是 这些钱 那部分 确实是我给他 提供私权 徐总 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 李长安手上的钱 那部分都是 我许试餐饮 结算给他的菜钱 而且我今日来 是和李先生谈合作 一份价值千万的 长期蔬菜项目 供应合作 真是不巧 我早就说过李长安 是这 千万 合作 我早就说过 长安不是这种人 这分明就是有人 想陷害长安 这分明就是诬陷嘛 长安这么能赚钱 能够他那八万块钱的 修理费嘛 你们说谎 一定是你们事先 构建好的 一定是这样 李建 你别跟一条疯狗似的 在这乱咬人啊 那许老板是什么人 能为了这几万块钱 这样吗 可如果不是这样 他凭什么花这么多钱 买李平安家的菜 那是因为李先生的菜 胡说 什么菜 一百一斤了 不值吗 你们可知道 我许试餐饮 最受欢迎的一道菜 西红柿炒鸡蛋 一道八百块 而且炒鸡蛋用的西红柿 就是李先生提供的 这样你们还要说 不值 那又如何 无论你们怎么狡辩 小队长他们 都是从李长安家里 搜出来的修路款 这是 大伙亲眼所见 是铁的事实 各位小姐 这些修路款 都是咱们村里人的 如果李长安 以卖菜的名义拿走了 损失的 可是我们所有人啊 李长安 这到底怎么有事 是啊 长安 你给大家管个解释 李长安 你倒是开口解释啊 既然村长想要解释 那我就说明白 村长 你要把我的钱 便利修路的钱 想必一定比别人 想必也有带有路标 这一切 小队长 你说得没错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干什么 把钱还给我 这个钱上也有这个东西 这个 那上面也有标记 萧队长 这不是村里修路的钱吗 怎么会在你的口 难道是 村长点啊 好啊 你们这是陷害 去走前的师父 走到家上去的 呃 买的什么 再帮你扣着 反了你们了 老子是你们队长 快把老子放开 否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从现在开始 你已经不是我们队长 你身为队长 去探造盲 等待 就劳于之断 我错了 我都交代了 乡亲们呢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个李健 今天就是来陷害长安的 他这么做就是因为 长安收大家的菜 然后动了他的好处了 让他赚不着钱了 他把长安送到牢里面去 他就能继续押架 然后再收咱们的菜了 你说 这人色多黑呀 李健 你他妈的这些年 收了老百姓多少钱 顺的还少吗 作为尊 你不带着我们大家 把家支付也都换了 人家长安好不容易帮助咱们 就是 就是 他就为了餐的眼 那也破利益 他真是陷害人家长安 你还是人吗 你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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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应该打死他 打死他 打死他 健 还有什么想说的 你们以为李长安 是为了你们好 他弄倒了我 不过是为了独吞 村里的麦菜奇道 不信你们看着 用不了多久 他压下压得比我更狠 你是你 是我 你 见利妄议 你以为其他人 像你一样的垃圾吗 长安 我劝你放了我 不然 我们没完 到时候再说吧 呸 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人 我告诉你 没了我 谁给村里的修路 别忘了 我是村长 没有我店头 你们一辈子 都窝在箱口里吧 是啊 这卖菜的钱是小 这修路可是大事啊 不错 李健虽然不是人 可这修路的钱 也不能断呀 诸位放心 没有他李健 我们平安村的路 也能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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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你 一眼配 我就看着 到时候是怎么来求我的 许总 今天就多感谢你了 客气 那我们平安村 以后的蔬菜 就指望你了 必须的 我就先干为敬 嘿嘿嘿 嘿嘿 什么 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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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长安哥 长安 哥哥 长安 你醒醒 这句温柔 怎么回事 长安 哥哥 你醒醒 哈哈哈哈 李长安 终于死了 张六指 是你 汉火干嘛 这毒可不是我下的 不是 你还能是谁 当然是你的好哥哥白亮 哇 长安哥 我村里做了这么多 你居然想多害他 我也不知道 这要这么厉害呀 很好 我们的账 停了 赵六指 你就不怕事情闹大了 闹大 什么闹大 我赵六指 杀的人还少吗 你们有证据吗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你 李总 你别着急 千万的合同 我还跟你合作 这谁叫的菜 不是菜 哥 今天晚上 我就要和这个白苗苗 成亲 你敢 赵哥 今晚 我小童子要天娘们 好 你们无耻 无耻 小妞 待会我就让你看看 哥哥到底是无耻 还是不无耻 来兄弟们 把这些小娘们的衣服 全都给我发了 今晚都要好好爽一爽 谁说我死了 李长安 没有死 你忘了 我是神医 而且 你们刚才说的话 我都已经录了 要不要放给你 听听啊 杨子 出来了 有个人 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可是有个人 确实想要干什么 全部都给我蹲下 都给我蹲下 蹲下 李长安 你耍我 话怎么这么密 来走 走 轻着 轻点 长安哥 你刚刚吓死我了 别哭了 没事 关上 放了我儿子 你村长也出来 没了我 兄弟修不了路 没有我 平安就一辈子穷下去 没有我点头 你们也带不走我儿子 放了我儿子 如果你先答应 修一条十公里的水泥路 不要 李长安 你不是为了一丝丑 弃村民于不顾吗 我是说 路 不用你修 什么 龙哥 李神医 施工队 我已经给你找齐了 徐先生 赵小姐已经把六千万施工款 打到你账上 我知道了 怎么会 你还待在这干嘛 你洗好酒 你 来 我们平安村 会一步一步告别贫穷 会带着大家 过上好日子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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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